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那小刚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Frank Muller FM这个法木兰这个品牌 那小刚今天也是带着这个这一机啦 带着这个最近小刚自己刚入手的这一款 法木兰FM的这个Vanguard 那很多朋友会问小刚 这个价位啦 那小刚是买二手这个二手表 那当然二手表小刚也值得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值得玩的一些二手的这个高级的名表 那顺便就来聊聊FM这个品牌 那很多人第一个就问小刚 这个品牌 这个价位啦 在二手的价位当中有那么多选择 好像真丽丝啦 欧美机啊 欧美加啦 或是一些极佳啦 这些可能都可以买到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FM呢 那今天小刚就来简单聊聊一下 我拥有了这一支表之后的这个 心得啦 那因为很多朋友其实都蛮喜欢这一种造型的 这个 这一种好像RM啦 好像这一种Richard Mill 理查德这一种 这个颜值啊 也可以说在高级 在这种当今的这一种 百万等级的这种名表界当中啊 最出名的这一种九筒型标款啊 就是飞这个RM啦 理查德 啊 墨树啊 跟这个接下来就是FM啦 这两个经常都是人家 哎 你讲九筒型标款就会想到的这个品牌了 那 要怎样讲哦 法木兰呢 啊 如果你觉得呢 他的这个Vanguard系列呢 啊 基本上呢 都是用这一种Slita啦 啊 ETA这一种通用机型的 那你就大错特错啦 这一种通用机型的入门Vanguard系列啦 哦 只是给小刚这一种穷人啊 买来带的而已哦 那其实啊 FM啦 实际中哦 比你想象中来的牛逼啊 小刚我就说说几个 例如这个FM啦 法木兰这个Tunderboard 全世界转的最快的驼飞轮啊 那只需5秒就可以转完一圈 这个驼飞轮 那 再来就是这个GIGA TORBION 那世界上最大的驼飞轮之一哦 这个整个驼飞轮的 群重的部分啊 差不多是占了半个表盘哦 还有啊 这一种我们都很少 几乎没有见过的这一种CENTRAL TORBION 啊 这个中心驼飞轮 这个比较复杂哦 需要把所有的零件全部移开哦 把驼飞轮摆上在 啊 这个中心旋转哦 哇 真的是帅到炸 那说真的啦 个人小刚觉得啊 带FM 不管你带的是哪一个款 哦 对于他的这个品牌的工艺啊 我小刚个人觉得啊 绝对 绝对值得 呃 必须啦 感到骄傲 佩服啊 这个FM这个品牌 至于呢 他的这一种 ETA啦 这种SELITA通用机型的这个Vanguard啦 其实就是让表明哦 能够以亲民的这个ROOT手架啦 就能够拥有这一种百万颜值啊 这一种酒桶造型啊 呃 再说 通用机型啊 日后保养维修也非常的方便啊 那你这样想是不是一举两的啊 对不对啊 很多人问小刚我哦 为什么那么多高级这一种酒桶型的表款呢 每个人几乎都非常喜欢 呃 呃 酒桶型设计啦 其实他也有很多造型哦 在细节上的这一种 呃 这个设计哦 所以他整个设计上哦 不是每一款的表都长得啊 一模一样哦 当然在RM和FM的表款里面啊 一智能火啊 也是因为 创造经典 这四个字哦 那简单来说就是他在诞生 之前啊 都没有在这一种顶级 呃 高级的品牌出现过的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样子的万表 那这个我们就叫做创造经典 当他诞生的时候啊 啊 当然也结合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啦 也有一个很成功的营销策略 去取得这个品牌 一直保持在这个高级奢侈名表的这个地位哦 那回到话题 其实主要我们可以看到FM和RM 呃 其实哦 他会这么受欢迎哦 你看他的 呃 那个设计啊 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一点就是 他都是没有表耳的这个设计的哦 他这个表耳是平底的哦 那他这个表带是隐藏在表壳内的哦 你会看到 那这种没有表耳的酒桶型设计啊 可以说是现代高级审美啊 非常关键的啊 一个细节之一哦 那带在手上的也是非常好驾驭哦 不会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大表那么笨重啊 而且啊小刚手上这一支是太金属哦 呃在手上了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 因为他加上他这个表是有弧度的嘛 贴在手真的是非常的服贴而且重量啊非常非常的轻哦 那小刚拍过的也是呃之前有一句嘛 这个V41啦 那我发现这种Vanguard的表哦 呃我个人觉得啊V45啊 这种表大一点点的尺寸的size哦 呃这个表刻啦 戴上手才会显得更加的好看啊 那V41呢对我来讲就比较有一种斯文的气质啦 当然也不是有那个酒桶型的这个魅力啦 V45呢对我来讲啦 上手就更加的完美哦 这种感觉 而且Vanguard表刻的这个识别度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就好像那种佩娜海这样 哇你远远就看得出这一支表啦 那这也是呃小刚 呃拍摄过那么多表啦 佩戴论这个舒适度啦 戴在手上啦 这一支我几乎是真的给满分啦 呃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拜拜 拜拜